温哥华美生活 Hello大家 Hello大家 每集开始 照惯例推荐一下 我们现在合作的这款 加拿大十年野生海参 这款是正规进口的 在北京有货仓 有礼盒 然后非常适合走亲访友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都在我们这里 多次复购 因为口味也好 然后也有面子 同时除了十年装 还有七年装 五年装 开口身性价比较更高 有关心的朋友 可以留言 然后进入我们的 温哥华美生活好物分享群 给大家一起分享好物 分享生活 好 广告说完 说啥呢 说我们这款海参 再说一句 在国内的物流 真是很快 很多朋友 当天下单 离得近的第二天 第三天就到了 因为用的是京东快递 有时候是顺丰快递 它真的是很快 很多新移民朋友 或者即将移民的朋友 就特别贪恋这种快递生活 说到了 加拿大 快递也没有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咋整啊 您请放心 从我们华人越来越多了以后 这边电商真的是逐年大发展 对 其实你看我们19年来到温哥华 不得不说 那个时候跟现在比 还是有点距离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经过这个疫情 那么温哥华这边 那它的整个的这个物流 是吧 一下子就繁荣起来 举个例子说吧 最常用的这边就是用亚马逊 亚马逊上居然也有当日达了 这个在这个19年上 根本就不敢想象 有些产品竟然是你会员可以当日达 上午下单 下午送到 还有很多次达的就很多了 然后即使晚一些呢 两三天呢 什么这些 也都很多 它有各种档次 然后呢 还给大家这个提一个小窍门 就是亚马逊这个 在这边还真的是生活必备 是吧 所以呢 您可以加入亚马逊的这个会员 他这个 每个月没几块钱吧 他就可以给你免费送货 更好的一点呢 他的会员还送那个亚马逊的这个 视频和音乐的账号 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其实亚马逊那个 速物流还是很快 我们可没收亚马逊广告费 就是说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相当于是会员吧 对 他送的这个音乐 其实基本上就够听了 就我们喜欢爱听的音乐 但是主要还是限于欧美音乐多一些 华尔中文的也有一些 华尔中文有 但是相对来是少 就是欧美音乐还是蛮多的 还有这个 他的亚马逊这个会员的这个视频 就是你在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影啊 电视剧啊 还是挺方便的 包括我们前一段最追的什么黄石啊什么的上面都有 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们这期主要想说什么呢 这边的电商最近也真的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发展的越迅速了 迅猛了 在这边生活呢也能想上很多电商的便利 是吧 像日常生活的这些物在这个亚马逊上都可以买到 然后呢像现在马上黑五了 大家都关注了各种的电商平台 像我关注这些电器类的 像什么亚马逊啊 Best Buy啊 Costco啊 什么包括像Home Depot啊 这些他都有各种的网络可以去订购很方便 然后我们就是爱美的女士们其实在这边购物的话也很方便 除了各大品牌的官网 然后还有一些专门是那种像买手的网站 其实你都可以买到 像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实际上它是一个澳洲的品牌 那在这边的话呢就买起来也很方便 他有自己的网站也可以上那些买手的网站去买 然后呢就给您寄到温文华这边来 包括呢就是一些美妆的 专门卖美妆啊或者是厨具的一些APP 就是华人做的那种APP也非常的实用 就基本上现在温华有这种货仓 那大部分的商品呢是来自于日本 然后和中国美妆啊 然后还有各种家就是家具用的东西 包括厨房用品还有各种锅具啊 我最近就是因为一个是刚搬了家 所以也换了很多新的锅 我在上面买了很多漂亮的锅 铁锅网红锅 然后什么各种的料理锅 一下子就把自己就变成了钻石会员 然后呢在这个这边的黑五嘛 或者是这个我们国内的双十一 因为这是华人自己开发的一个APP嘛 所以双十一呢在这个网站上又买了很多东西 哇买得很开心 还有各种日本和中国的零食 为什么如果不做节目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呢 因为我买的那些锅在哪呢 藏哪去了都没有嘛你看那个铁锅前两天 就是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铁锅啊我太喜欢用铁锅了 但是麦德爸爸如果他炒了一次菜就把我的铁锅就弄的 里外都黑了 所以我已经不让他用用我那款我特别喜欢的铁锅了 对所以你不知道对是不知道 还有哪些零食都在哪呢 零食零食没零食我买的少应该说 零食我偶尔会买 因为上面有很多比如说国内流行的各种就是各种粉 就是什么麻辣粉 然后什么螺丝粉 对 这些我都不是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 所以也没有买过 然后大部分但是我买了很多就是那种就益生菌 买了很多益生菌你见了吧 麦德现在在吃 就那个嘎萌的那个小药丸的那个药片那种益生菌 对各种益生菌还有就是维C的那种 都是日本的那个产的 还买的麻六剂我还没吃过呢 那天可以试试 对麻六剂的酸辣粉我们买了两桶但是还没吃 对这些小零食都是日韩的小零食 其实这些小零食大部分在我们华人的超市也可以买到 那有的时候呢你就想还要开车去买 然后为了突方便吗 一次下单就都送到家了 只要你想剁手世界不识距离 哪都可以剁手 对然后除了这些呢 其实在这边呢还有一些网站也可以关注一下 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叫Flip的网站给大家打出来 这个网站呢它就是一个比价网站 就是在周围比如说你要买个冰箱 你在上的列出型号 他就会把各个什么Best Buy啊 Costco啊什么的 然后呢各个里边的现在的促销价格给你打出来 你笔出来给它可以看出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这边的电商网站的无论大件小件 退货都很方便 嗯 这个可以尽情放心 在亚马逊上买的呢 基本上它有几种退货方式 一种呢 就是它可以那个送货员上来送的 再给你拿走 嗯 还有一个就可以直接扔到旁边那个 比如说快递公司啊或者什么的 扔到那儿就行 嗯 都很方便 嗯 所以说买着方便退着方便 就自称了一些人 随便买买了再退 然后呢 到时候也懒得退 于是就落家里这个这个习惯是吧 哎呀我家里边有不少吧 都是你干的坏事 哎总是我干的了 我说的是你 我我什么 我退了什么了 我我好吧 我如果是没退 也是因为我让你退 你忘了退呀 好吧好吧 咱们是为了给大家分享实用信息 不要在这里追究责任吧 是吧 总之呢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买完了没退的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个话里话外 好像还藏着一些东西没退呢 我是有买完了没说的还是没退的 都没有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你看包括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我这件衣服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品牌 然后是买的买的买的 对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在一个买手的 大家肯定都认识这个 不认识 这个也是在我没有不给他们做宣传 我觉得我就是说也是在这个买手的网站上买的 因为通常呢 对像这种网站呢 它都有那种折扣码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看折扣码 因为折扣码这个一折扣了你总想买 但其实到最后呢肯定还是你花的多 还是人家商家赚的多 对 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在一个网站上弄了一个折扣码 说八折折扣码 意思是到处说 跟买的妈妈也说说 哎呀我这个八折折扣码来买呀 什么咱俩一起下单什么的 从买的时候才发现 因为他就是给他那第一单有八折 后来都没有 他后悔死了第一单没买啥东西 对那也比我强 后来我俩交流了这个 我说那也比我强 我说我第一单居然忘用了折扣码 然后第二单我想哎呦这折扣码还得用啊 不然可惜了 我说我用一下吧 结果第二单买了很少的东西 然后用了这个折扣码 后来才发现 此折扣码只可以用一次 哎真的是 所以这些败价经验 所以这个电商啊 我就觉得还是要冷静 这个电商呢带来了便利的同时呢 也催生了我们这个花钱的速度 对啊 但电商有的人是花钱 有的人是挣钱 也听说有很多朋友 现在是给各种电商送货 也挺挣钱的 是吧 也挺好玩的 快递吗 快递啊 给亚马逊送东西 什么给什么各种电商送东西 就开着车 因为他们还包括给那个Uber的那个 什么那个定餐的送什么的 各种各样 Uber送餐 就是在加拿这么慢吞吞的社会 现在也随着这个移民的增加 节奏也增加了起来 是吧 各种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和电商 也来越多 也来越生活方便 那行吧 我们 你说到这儿了 我有个问题 你说这个电商呢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快递也是如此 就是他给你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呢 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生态 你说他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哪有那么多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你喜欢他就好 不喜欢他就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觉得 就是我在这里生活呢 感觉很幸福 就是呢 我既没有像就是国内的就是这种快递文化 这种电商那么发达 给我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实际上也是把我的生活也是 我觉得就是交通可能也带来很多麻烦 对吧 因为快递小哥骑着单车 其实也挺危险的 然后呢 我们天天吃外卖的饭呢 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健康 因为那些包装嘛 是吧 他捂在那个热的环境里 其实也不是特别健康 也改变了我们人的这种口味 但是呢 如果没有 也还觉得有点好像生活缺了点啥 就是太不便利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平衡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就蛮幸福的 不要再发展了 就是有电商 但还没那么不像不像在国内 那么别遍地开花 毛孔不入 对对对 毛孔不入 毛孔不入 那个对 所以呢 该逛街还得逛街 是吧 那些大超市该去买 还有买的快感 是吧 该电商电商 该做饭做饭 该下馆子下馆子 你说我为什么觉得 现在我喜欢这种慢生活呢 可能是因为 真的是因为年龄到这了吗 年龄大了 每年年龄都在都在长老 变老 所以 那是被逼的 从国内海淘的 可不对的好多天 慢慢慢慢 那大小子来的也不少 行吧 那咱们说下馆子的事也挺好玩 在这边怎么下馆子 有很多人 我本来在说一个非常美好的 就是慢生活这个节奏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怎么到你那就变成了 嗯 慢生活 快生活 都是花钱生活 我刚才本来想转到 您看人家利用电商挣钱多好啊 对 挣钱的事这得慢慢说 你看这才是慢生活 不着急 下馆子的事可以快点说 有朋友在问说 在这边下馆子怎么下 在这边下馆子方便不方便 哎呀 很方便 太方便了 下期给大家好好聊 好 感谢大家支持文化美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别忘了点赞 转发 评论 留言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